作者 旺宇 由丧子为您播讲 青面魔族只觉得眼前金光一闪 头顶血雾瞬间被一荡而空 金色电弧毫不客气地直奔其头顶一击而下 这魔族再也顾不得施展血影术了 身形一个模糊啊 身躯就急忙向后倒射而出 并且一张大嘴 一张明晃晃的黄色飞刀一喷而出 奔同样拐弯追来的金色电弧是气势汹汹 一展而去 就听到空隆一声巨响啊 金色的电弧一闪即逝地消失不见了 但是黄色飞刀一声哀鸣之后 也变得暗淡无光 晃了晃后就往下一头栽去 以含力现在的修为啊 施展辟邪神雷之后的威能 对魔器的克制已经可以是完全发挥出来了 而轻面魔族和飞刀心神相连之下 面色一白 张口喷出一团精血去 但身躯 木然黑光大放 直接化为一道惊鸿的向后继续飞盾而走 竟对那口掉落飞刀根本视若不见 韩力淡淡地说道 不错 倒也算是果决之人 但是单凭这点手段 还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吧 韩力面无表情说了这么一句 就一个大步向前迈出 单足还未落地 下方就雷鸣声大起 无数的银色电弧 从足心处狂涌而出 交织闪烁之下 竟瞬间形成一个 仗许大的银白色的雷阵 一组方一踩入雷阵当中 韩力就在轰鸣声中一下不见了 远处长红 转眼间到了数百丈外了 顿光中轻面魔族 长吐一口气 脸色正未知一缓的时候 前面虚空却骤然间雷鸣声一起 一座银白色的雷阵 丝毫征兆没有地浮现而出 几乎同一时间 韩力身形一个闪动的 从雷阵中心处一步踏出 轻面魔族大惊失色 啊 不好 顿光一个晃动 就要掉头向其他的方向 击射而走 但是这个时候啊 前面韩力背后 忽然间嗡鸣一响 一个三头六臂的巨大法相 浮现而出 法相方一现出 三颗头颅上六目就一睁而开 六条手臂同时位置一挥 金光一闪 顿时六口仗许长的金色巨剑 在手中浮现而出 并从远处顿光一劈而去 六道金萌萌的剑气 只是一闪 化作一条金线 出现在魔族的顿光处 一闪而过 一声惨叫爆发而出 青面魔族和束剑 护体宝物竟在顿光中 被金色剑气一展两截 但马上呢 从残渠中 慌忙地飞出一团黄光来 里面隐约有一个漆黑鹰儿 但是未等此魔鹰 金黄的飞顿而走 那飞过去的六道剑光 只是一个盘旋 就同时掉头往回一卷而去 思寒的金光一闪而过后 魔族猿鹰瞬间被剑光 剿成了粉碎 从这世间彻底地消失了 寒历微微一笑 不见其有任何举动 背后金色法相一闪之后 无声地消失不见了 从他出现 到青面魔族自爆宝物 和双臂逃顿而走 看似颇长 但实际上呢 也不过是转瞬的事情 就将这位合体中期魔尊灭杀掉了 而这位青面獠牙的魔尊 在有异保护身的情况下 真实的实力呢 并不下于一般的 合体后期的魔尊 但是可惜了了 碰上韩丽这么一位 几乎敢和大成期 直接争斗的存在 也只能一命无忽了 一片被阵阵五色霞光笼罩的 诡异空间中 四名浑身长毛 仿佛巨大猩猩般的魔族 站成一排 悬浮在高空中 体表闪动着血色的光芒 并隐隐有血腥之气 散发而出 而除了这四名魔族之外 四周还有十几名 肌肤碧绿的牧族人 面色阴沉地 将中间团团围住 在这十几名牧族 包围圈的上方 一个神色冰冷的女子 双手暴毙 悬浮在高空处 其背后 一对赤红色的肉赤 伸展开来 表面引有金银色的符纹 闪动不已 正是夜叉族的飞小夕 此刻这名夜叉族 合体存在 望向四名炼虚魔族的目光 竟十分凝重 飞小夕冷冷开口说道 血科无量魔宫 我还以为这魔宫 早就应该在魔界失传了呢 没人再会修炼 这种伤人伤己的邪门功法 没想到今日 竟能亲眼见到 看来本座亲自来对付你们四个 我也会马上扭头就走 现在嘛 不过是区区的炼虚修为 就算你们修炼的是血科 无量魔宫 我倒不信你们 十几个同杰存在出手下 还真能不露出丝毫破绽来 动手 全力出手 只要一有机会 我就会将他们四个一起击毙 飞小夕冷声地吩咐几声 毫不犹豫地冲那些炼虚 木族人说道 那些木族人虽然也对包围中的四名魔族 大感忌惮 但是一听到飞小夕的吩咐之后 还是毫不犹豫地同时出手了 只见一些木族两手一扬 顿时无数青芒从中破空飞出 一些却一张口 喷出一股股粘稠氢气 化为一根根绳索 往四魔纷纷一套而去 这些木族呢 虽然没有修炼特殊的功法 但是以前呢 也多次联手对敌过 故而一出手后 就从四面八方同时攻去 风雨不透之下 竟连一丝攻击的缝隙 都未曾留下的样子 中间四名炼虚魔族身形木然一晃 竟一下背靠背地站成一圈 并向四面八方各自拍出一掌去 四只手掌看似轻飘飘的 丝毫不受力 但是下一刻狂风大起 一圈血气狂涌而出 并向四面八方一卷而去 这血色气浪中啊 可以隐隐约约密密麻麻地 见到黑色的符纹 同时刺鼻的血腥之气扑面而来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无论是青芒 还是一根根灵蛇般的青锁 在一接触血色气浪的瞬间呢 竟都位置一宁 接着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血色气浪中 飞快地变慢 消融起来 这四周木族人脸色大变呢 再次出手下 各种飞剑宝物同时升空 化为无数团光霞 向下狠狠地一砸而下 四名魔祖忽然如同一人般的 将另一只手掌也闪电般一拍而出 顿时血色气浪中一阵嗡鸣传来 血腥之气未知一胜 里面蕴含的黑色符纹 骤然间狂涨巨大 轰隆隆地连绵巨响 接连传来 所有宝物被血色气浪一阵之下 竟撞到了巨山上一般 纷纷倒射而回 四名恋虚魔祖一声冷哼 血色气浪顿时 气势汹汹地紧随卷去 里面黑色符纹第66一转之后啊 隐约幻化成了一个个 大小不一的黑色漩涡 里面幽光闪动 竟打算将四周的木族 全都一网打尽的模样 空中原本凝神观战的 非小夕一见此木 忽然脸色一变焦织道 快闪开 不要紧 同时单手虚空一抓 一口晶莹剔透的小刀 一闪地浮现出来 并毫不犹豫地向下一展而去 扑斥一声 一道百余丈长的白萌萌的刀器 从小刀中一卷而出 并一个闪动后 向血色气浪一展而下 虽然这些木族人和此女不属一族 若是当着其全部陨落的话 那么非小夕回去自然也不好交代 同一时间 那些木族人一听非小夕的警告之言 也大惊地纷纷向后倒射 但是还是有两三个人 反应稍微慢了点 被那血色气浪一卷入而入后 护体法宝和灵光瞬间而灭 身躯更是在两声哀嚎之下 自爆而开 凭空化作两股精气 被血色气浪吸入了其中 这其余的木族人见此啊 都面色隐隐发白 好在这时候 空中巨大刀器一落之后 一声闷响传来 血色气浪从中被一展而开 前半截更是砰的一声四散剑开 后续攻击无力起来 这血色气浪纵然玄妙无比 但是高尚一大境界的非小夕出手下 还是无法直接抗衡的 其他逃得性命的木族人 都匆忙躲到了五色霞光边缘处 但脸上呢 都显露出惊魂未定的表性来 这四名魔族施展的 血科无量魔工的厉害 是在远远超乎这些同阶存在的想象了 其中一名炼虚魔族狂笑一声大叫道 看来你打算亲自出手了 早该如此做了 但就算如此 也是改变不了结果 你最终还是要像他们一般 化为一股精气 被窝灯吸入体内 四相合一 四魔当即同时一家绝 原本靠在一起的后背 骤然间放出刺目的血色光晕 将身躯全部淹没其中 飞小溪见此双眉一条 想都不想的 手中晶莹的小刀一抖啊 化作一道精芒脱手射出 同时双袖一抖笑声一起 两团血红光球紧随地击射而出 精芒只是一闪 顿时风雷之声大起 无数电弧缭绕狂涌下 幻化成了一口十余丈长的白玉的巨刃 气势汹汹从下方血色光晕 一战而去 此刃尚未真的落下 无数锋刃和电弧就轰隆隆地狂卷而下 而两团血光一个模糊之后 竟在无数黑气中 幻化成两只 元首狼身的怪物 一对碧绿的服役 身体鲜红欲低 长满獠牙 口中一条蛇信吞吐不定 红色妖目中 闪动着残忍狡猾的目光 一看就是灵智极高的模样 这两只怪物 两只手掌五指一张 顿时痴痴之声传出 竟从指尖处同时弹出 寒光森森的肩胛 双翅在一抖下 发出低吼的支扑而下 轰的一声巨响 一只毛茸茸的血色拳头 忽然从下方光晕中一击而出 正好击中了斩下的白玉巨刃上 将其硬生生地一弹而起 而拳头本身呢 却毫发无损 虚空仿佛一下打雷般的 嗡鸣不已阵阵血红的阴浪 一卷而起 正一冲而下的两只狼手 原神的怪物 被这股阴浪迎面一冲之下 双视一颤 下落之势顿时未知一缓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侧虚空中 又一爆鸣声传出 波动一起下 另一只血色俱拳 一个模糊的浮现出来 闪电般一击而下 就将两只四狼四猿的怪物 狠狠地一击而飞 两只怪物顿时撞到了一块 并咕噜噜地 一下飞出了十几张远去 二者大半身躯 在这一击之下 凭空少去了半边 两只血色拳头在一闪后 诡异地消失了 仿佛从来都未出现过一般 高空中的飞小溪 见此倒吸一口凉气 但马上单手一招 巨刃就再次化为一柄小刀 飞射而回 另一只手 则冲两只狼手原身的怪物 掐绝一点 顿时 两只怪物摇摇晃晃地 再次站起来了 原本血肉模糊地 身躯一阵血光流转 顷刻间恢复如初 并从下方光晕 发出恶狠狠的低吼声 但却又不敢轻易地 飞扑而下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